字幕君 Seven team近日在日本連開多場粉絲見面會 而Seven team官方weevers商店似乎也獨厚日本粉絲 在國家區域只有三個選項 Global以及USA和日本 將日本獨立於亞洲的設置讓韓國粉絲們十分不滿 在網路上砲轟公司都只去日本發展就好了啊 演唱會見面會一直在日本開 是想成为日本偶像吗 但网友们表示 Weverse其他团体的选项也一样 Hyper本来就很重视日美市场 毕竟他们的音乐市场确实很大 但也不代表Seventeen不重视韩国粉丝 他们在韩国本土的活动一直没断过 和那些真的只跑日本 不在韩国回归的团体不一样 网友们认为克拉应该平常心看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